他的复颜晚上会发光 他的全身会渗出毒雾 他也是进化链有争议的宝可梦 阿饭欢迎大家来到下饭宝可梦 毛球日空版英语VinoNet 是第一世代登场的虫系和毒系昆虫宝可梦 身高一米体重30千克 体型为人形性别雌雄比例约为1比1 毛球生活在茂密的温带森林中 白天一般躲在树洞里睡觉 天黑后出来溜达捕捉起光的小虫子为食 他的一双大副眼像雷达一样探索 也能像超人那样射出光束 即使在黑暗中也不会错过任何猎物 为了保护自己 变得全身长满了坚硬细小的体毛 而且他全身上下还会渗出毒雾 闪光毛球在我看来比较坑 全身毛毛没变 只是一双副眼和口气有粉红变蓝 感觉是很没诚意的一色设计 毛球的种族值设定让人有点懵 作为进化后主要靠特工吃饭的宝可梦 进化前的特工居然是全种族值里面最低的一项 要知道在第一世代和第二世代 毛球在进化前最倚仗的攻击技能 就是靠特工的念力 特性为复眼或有色眼镜 隐藏特性为逃跑 复眼能提高1.3倍技能的命中率 对于喜欢撒各种粉末的毛球实在是太好用了 几乎是用则必重 而且无论是从外貌 还是从日文明来说 复眼简直就是为毛球量身打造的特性 自身属性为虫系加毒系 对毒系 虫系 妖精系招式伤害减半 对格斗系 草系招式伤害减四分之三 但是被飞行系 岩石系 火系 超能力系招式双倍克制 没有四倍弱点还不怕妖精系 爱了爱了 代表招式为超音波 念力 麻痹粉 在动画177画中 小智一行人在野外休息时 碰巧遇到了浅红道馆的忍者阿雅 在追击一只阿利多斯过程中 他的毛球却不小心被珠网缠住 考验失败 大伙来到一所宝可梦忍书学校 并体验一次当忍者 继上次的对战后 阿雅又派出了毛球对战小智的妙娃种子 对战中 虽然毛球的超音波 确实干扰妙娃种子的发挥 但还是被妙娃种子的藤边打败 再一次输给小智 深夜时 皮卡丘发现 阿雅和他的毛球还在练习 然后毛球发现了什么 向宿舍的方向跑去 发现很多学员的宝可梦都被偷走了 接着 大家跑向寿客区 我们的可爱撒火宝再次闪亮登场 带着偷来的精灵球乘着热气球离开了 趁机又抓了小智的皮卡丘 在校长的阿利多斯的帮助下 阿雅的毛球使用麻痹粉解脱了阿博怪缠绕 然后一招撞击成功打败了阿博怪 赶跑了可爱撒火宝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恢复了自信心 当毛球31级时 就会迎来一次进化 他的翅膀有剧毒磷粉 他的外形和人设四蝶四蝶 他还是缺席地区图建最长时间的宝可梦 魔鲁鹅日语 应语Venom Off 是第一世代登场的虫系和毒系毒蝶宝可梦 身高1.5米 体重12.5千克 体型为双翅形 性别雌雄比例约为1比1 魔鲁鹅生活在茂密的温带森林中 寿命很短 喜欢夜间捕食活动 会被明亮的光源所吸引 魔鲁鹅翅膀上附着各色磷粉 其颜色根据其毒性能力而变化 深色的会使人中毒 而浅色的会使人麻痹 当魔鲁鹅扑腾翅膀时 会释放这些磷粉 一旦被他翅膀上的磷粉粘到了身上 会很难去除 所以还挺危险的 闪光魔鲁鹅跟进化前大相径庭 上半身和双翅由原来的淡紫色变清蓝色 设计采用的是摩尔夫闪叠的颜色 高速度和高特攻 抛去特性和技能不谈 他比同期的八大叠强很多 对于习惯了御三家和准神兽的玩家来说 魔鲁鹅的种族值很平庸 随着宝可梦越来越多 魔鲁鹅的替代者一个比一个花哨 GF就没想过给他整一个地区形态 或者进化之类的福利 特性为磷粉或有色眼镜 隐藏特性为奇迹皮肤 魔鲁鹅的三个特性都不差 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有色眼镜 这个特性让本身打击面 就比较一般的虫毒属性伤害变得可观一些 而另外两个特性也都很有趣 磷粉可以防止招式的附加伤害 而奇迹皮肤让自己不容易重变化系招式 这很适合走蝶五流的魔鲁鹅 自身属性还是跟进化前一样 这里就不赘述了 虫加毒属性的搭配其实并不罕见 它的一大亮点就是能扛腰境系 并大扛阁斗系招式 虽然没有明显的四倍弱点 但介于大部分虫子的HP和双方都不高 所以扛火系或飞行系招式的效果 其实跟四倍弱点也没多大差别 心疼虫子两秒钟 代表招式为幻象光线 信号光束 蝶舞 喜好不同 以你为准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阿菊的魔鲁鹅 在无印动画第32画中 小智在浅红道馆刚刚用妙蛙种子 站上了阿雅的毛球 一颗霹雳弹出现打断了决斗 原来是到馆主阿菊登场 经过简单的介绍和寒暄后 小智向阿菊发起挑战 小智派出了鼻鼻鸟上场挑战阿菊的毛球 谁知毛球居然能在战斗中进化成魔鲁鹅 这波骚操作也只能在动画中才能出现 魔鲁鹅马上使用麻痹粉 虽然比鼻鸟使用吹飞来清理麻痹粉 然而 麻痹粉太多太浓 比鼻鸟不敌瘫痪倒下 魔鲁鹅随后使用催眠粉 小智召回鼻鼻鸟并派出小火龙 魔鲁鹅再次使用麻痹粉 但小火龙用喷射火焰抵消了这次进攻 随后可爱撒火宝登场打断了这次的战斗 魔鲁鹅家族成员的名字几来源跟毒液有关 毛球的中文名来自毛茸茸加球球 而日文名则是来自复眼Compound Eye 英文名来自Venom加Net 魔鲁鹅中文名来自日文名音译加飞蛾 而日文名则是来自闪蝶的英文Mofo 英文名来自Venom加Moth 魔鲁鹅家族和八大蝶家族的都市传说 想必大家不陌生 之前介绍八大蝶那一集就有提到过 这里就不赘述了 每只宝可梦除了图件上的编号之外 也有一个游戏ROM读取调用的内部编号 八大蝶家族三只的内部编号是连续编入游戏的 而毛球和魔鲁鹅的内部编号则是早于这三只 所以客观来说八大狐和毛球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它们可能都不是同一时期设计的 宝可梦问世将近30年 每只宝可梦或多或少都会灵星出现在不同的世代和地区 摩鲁鹅则是有20多年没有在地区图件上出现过的 初代和二代的关都和成都地区图件有记载 直到第九世代帕迪亚地区才回归地区图件 除了游戏的重制版 从第三代到第八代游戏版本需升级到全国图件才能看到摩鲁鹅 真是够低调的 实不相瞒 阿范最怕的虫子就是飞蛾 本着独月乐不如种月乐的理念 还是忍不住分享给大家 之前刷视频就不小心手见点了这个让我难受好几天 大家有没有最害怕的虫子或者小动物呢 在弹幕或下方留言告诉阿范吧 让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嘲笑一下 屏幕前的各位喜欢阿范今天介绍的宝可梦吗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诉阿范 分享你对这个宝可梦的看法 或者补充视频中没提到的内容 干视频不易 点赞留言一锅端 转发订阅无限干 感谢大家赏脸 那这期节目就到此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